當然第一個 我們可以用到什麼 剛剛的三密夫 所以概念應該有啦 我的要比對是這個範圍 我要加的是這個範圍 所以特別注意 你要有個概念 我們會需要有三個資料 有沒有 第一個資料是 你要比對的範圍在哪裡 在這裡 你要加準的範圍在哪裡 在這裡 那你的條件在哪裡 在這裡 有沒有 三個東西嘛 有沒有 要比的條件 範圍 所以我們一個個來看 一 插入函數 用什麼 剛剛用過的三密夫 第一個 range 要比的範圍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範圍 不過因為它是跨工作表 有沒有發現 它會自動在前面加一個工作號名稱 再加一個驚嘆號 有沒有發現 名稱 驚嘆號 這個表是什麼 表示它的工作表名稱 後面才是它的範圍 OK 第二個是 criteria 是你要找什麼 在這個範圍裡面我要找什麼 找王慶路 所以有沒有 只有中間那個才是原來總表的位置 然後呢 那三 range 要加總 去哪邊加 序則2裡面的加總時數 OK 有沒有 所以喔 頭 尾 都在另外的工作表 只有中間那個條件才是你要找的 那因為待會的話 我們要把它 最後記得喔 有個小技巧 就是移到中間就可以了 移到中間 因為這邊前面沒有 另外工作表的位置 所以你移到中間它會幫你切回來 幫你現在要這樣切不方便喔 再切它就切過來有沒有 它可以這樣跳 你在哪裡它就自動幫你切過去 好 那再來的話 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呢 B3到B16 請你按F4 我習慣按兩下 因為只要鎖列就好了 C3到C16 選起來 按F4 兩下 鎖列就好了 因為等一下我只要向下填滿 所以不需要鎖到藍喔 OK 好了 就按確定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喔 一下子全部都幫你加好了 而且有參加的十數帶過來 沒參加的寶石林 OK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 但是呢 我們順便多一個好了 假如說呢 這個研習又有進階班 像我們這個課後面有進階班 那如果進階班有沒有參加 假設請你把序則2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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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字一個 把名稱改成序則3 Enter一下 所以是1 2 3 然後這邊改成 本來是入門 改成進階好了 進階班 進階班的話呢 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李世遠跟無方 就頭尾兩個老師 把它按右鍵刪除 時數的話呢 全部改成兩個小時好了 所以把它Delete掉 2 向下填滿 全部都兩個小時 那編號呢 我想你就重新再編一下 1 所以會有兩個老師沒參加 頭跟尾沒參加 然後編號重新編 1到12 每個研習時數是兩個小時 那這個是一個進階教學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幫我把進階教學的 老師的研習時數也加進來的話 加在哪裡 加在總表 該怎麼做 請各位老師應該知道邏輯吧 先複製一個 Ctrl鍵按住 然後把它變成 序的3 這個序的3 然後改成進階的 時數的話呢 就都兩個小時 編號的話 1到12 就少兩個老師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那又多一個工作檔 那你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再加 其實工作裡面 有可能有第二個 第三個 那你要把時數全部加在一起 或者是你要把某些資料 全部加在一起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呢 其實應該知道我多一個吧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自己再加一個 按F 就是拖拉的時候 按那個Ctrl鍵 它會自動幫你 複製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進階教學的時數加上 加到前面的話 其實只要做什麼 1 切到序的1 2的話 請你把剛剛的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號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後面中間串一個加號 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 我們後面的 好像 油標放這邊 記得把前面這個公式複製 然後Ctrl-C 不包含等號 中間串一個加號 加什麼呢 第二次的研習時數 然後把什麼呢 把序的2改成序的3 B16改成多少 少兩個老師嘛 頭尾 所以減掉2 B14 一樣去王慶路找找看 這邊後面一樣 B3到C C 這個後面16變 減兩個 14 OK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可以在後面 再加一個序的3 要把它打勾一下 向下填滿 放開 如果後面呢 也有繼續參加的老師 就會再加兩個小時 所以未來如果說 你有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那你就繼續往後加就好 做一次 後面的都一樣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利用SAMIF 把那個入門的跟進階的 這個時數再加一下 試一下這個部分 這個是教師研習時數的統計表 好嗎 謝謝